周一 美国特勤局局长切特尔来到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就前总统川普遭遇暗杀受伤事件 接受议员的质询 切特尔说 身为局长 他为这次失败承担全部责任 同时 全面配合正在进行中的调查 但他表示尚不能对调查发表评论 当天 委员会的两党议员都呼吁切特尔辞职 但切特尔表示拒绝 目前 联邦调查局 国土安全部都在调查案件 按照计划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 将在周三接受国会听证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正在成立一个跨党派特别工作小组 协调众议院的不同调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任浩综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任浩综合报道